有一位观众发来提问是 第一次皈依受戒的时候 法师有口音 有些话没有太听明白 重复时念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您说我得到戒体了吗 得到戒体呢 主要就是要看它的一些 最关键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其他方面 比如说有些词呢 因为法师的口音啊 什么原因 他没有听明白 但是呢 比如说他就知道了 他在受戒 然后呢 他也知道 我说的是三条戒 或者两条戒 然后也知道两条戒是哪个 哪两条戒 这些比较关键的东西 知道了以后呢 不会影响的 因为他的这些口音啊语言 他有没有障碍 这个影响到他 就是关键最基本的这些理解 如果基本理解上没有问题的话 就不会有问题的 首先看你受戒的这个人 有没有知道自己在受戒 然后有没有知道自己受的是具体那几条戒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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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